就在这时,一遍骤起,从四周黑色光幕中浮现出了一条条黑影,怪名声从四面八方传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黑乎乎的东西从光幕中诡异地挤出。 这些黑影有的一张口喷出一股股白色水剑,有的却一扑过去露出满嘴的獠牙和妖物滚作一团,互相撕咬了起来。 凡是被水剑喷中的妖物纷纷身体一僵,倒地而亡,有护体灵光的似乎也无法抵挡水剑的侵袭,身体表面瞬间浮现黑气,只不过多坚持几步而已。 而那些和黑影撕咬一起的妖物一被咬住只是挣扎了几下,就同样的魂飞魄散,尸体瞬间化为一滩滩臭水,这些黑影口中竟是带着奇毒。 这就是阴鬼。 韩丽目中蓝芒闪动,远远看着这一切心中有些吃惊,在灵目之下他自然看得清楚, 这些黑影分明无数奇形怪状的一具具生灵尸体,只是此刻全都变成了类似僵尸的没有神智的鬼物, 只是拼命地冲向那些活着的妖物,对两侧的傀儡和鬼兵毫不理会的样子。 当然数以万计的低节妖物也不是丝毫抵挡之力没有,在一开始措手不及之下, 也要么口喷一颗颗火球,要么抬爪放出一道道锋刃等各种法术,密密麻麻攻向那些阴鬼。 不过让妖物都吃惊的是,无论何种法术积在这些阴鬼身上, 纷纷一闪没入他们身躯中不见了踪影,丝毫效果都没有, 这一下所有妖物均惊慌了起来。 扯祸,阴鬼是无法离开明河范围太远,只要跑出通道就可无事。 六族冰冷的声音响起,朕的所有妖物双耳污名作响, 顿时低节妖物,这才恍然醒悟,当即不再理会阴鬼的攻击, 只是拼命地向通道另一端逃命飞射而去。 万鱼杖的距离对一些速度极快的妖物来说只是几个闪动的功夫,就冲了过去。 剩余的妖物在傀儡和玄鬼的掩护下,虽然在怪鱼和阴鬼扑袭下损失惨重, 不过好在低节妖物数量实在太多, 真正陨落掉的只占冲进通道妖物的五分之一而已。 而后面的低节妖物在高节妖物强行催动下, 仍潮水般地狂涌而尽,血腥之气充斥着整条通道, 外面的木青、美妇等人都是望着通道中的情形, 面上都现出了凝重之色, 却仍无人出手相助之意,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一般。 就在寒厉眉头一皱,暗中猜测着几人的用意时, 某节通道上空,一个巨大黑影降临其上, 一阵剧烈翻滚,原本稳定异常的黑色光幕竟然颤抖了起来。 扑扑几声巨响, 几条巨大触手仿佛巨蟒般击破光幕, 一下冲进通道中。 只是随意的一扫, 就将十几只躲避不及的妖物卷住, 闪电般地拉入光幕中的鸣合中。 十几声惨叫后, 那些妖物似乎被巨大黑影一下吞噬进了腹中, 接着巨大触手再次出现在通道之中, 顿时附近的低节妖物一阵大乱。 出现了, 动手! 几名妖王一箭触手出现, 同时大喜起来, 六族更是毫不迟疑大喝一声。 顿时两名血袍人, 六族, 穆青, 美妇等人, 五人同时身上灵光一闪, 就在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 再触手出现在那节通道中, 五人身形再次诡异闪现, 其中穆青四人齐齐地单手朝虚空一抓, 四肢颜色各异的巨大光手立刻凭空浮现, 一闪后, 就一把抓住了一根巨大触手, 同时向下一拉。 四名合体妻存在的同时出手, 哪怕就是万刃巨山, 恐怕也是一堤而起。 一声怪吼后, 砰的一声巨响, 触手主人被四股巨力从光幕中硬生生地拉扯进了通道中, 竟是一个白乎乎的巨大肉球, 无鼻无目, 只有一张几乎占据了大半身体的巨口, 在那肉球上半部则有七八条长长的触手, 大半被光手抓住, 无法动弹分好。 另外几条却是肉球上狂舞不定, 直奔几名妖王狠狠砸下, 一声冷哼, 一道黑蒙蒙的剑光从虚空浮现, 黑光一闪, 就从中间将巨大的肉球一披两半, 一道人影青烟般地击射而出, 一晃之下, 从肉球里面掏出了一件东西, 然后灵光一脸, 现出了身形。 竟是刚才一直没有出手的六族, 此刻他单手中, 拖着一颗乳白色的金石, 鸡蛋大小, 闪闪发光。 明灵之精终于到手, 有了此物, 以后过那一关, 可就轻松多了。 六族打量了一下手中之物, 满意地点了点头, 美副, 木青等人, 见如此顺利得到此金石, 同样是面露喜色。 在明河之水一地之处, 只会有一只明河之灵盘踞, 如此大的动静, 不可能不惊动什么东西, 它纵然有些神通, 但又如何挡得住我们连手一击。 的确, 刚才几人连手看似简单异常, 但是却几人事先预演了无数次, 才能如此轻易地斩杀 这名神通不晓的明河之灵。 既然东西到手, 我等也赶紧通过此地。 这一次只有阴鬼出现, 并没有碰到上次遇见的 其他几种厉害鬼物, 也算是侥幸之事。 木青袍袖一服, 一股绿光一卷之下, 顿时扑向他的树枝阴鬼, 硬生生地被绞成了粉碎。 其他几人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当即化为一道道惊鸿, 纷纷破空向另一边的通道而去。 这时黑色通道另一端, 等到六祖等人命令的重高级妖兽, 也开始驾驭顿光飞入了通道中。 韩力跟金元跟着其他妖物, 也同样没入其中。 对韩力这等高级存在来说, 怪鱼和阴鬼的攻击虽然不足为惧, 更何况他们顿速也非低节妖物可比, 只是片刻的功夫, 他们就安然地通过了通道, 出现在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空间中。 而从这通道内飞出的低节妖物, 还在源源不断。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后, 终于数万妖物, 银甲玄鬼和傀儡全都通过了黑色通道。 银鬼和傀儡还好, 几乎丝毫损伤没有, 但低节妖物不但少了一部分, 就是出现此地, 也有不少身上伤痕累累。 好在妖物几乎各个肉身恢复能力惊人, 倒也不用过于担心。 六祖等人对这些视若不见, 反而聚集一起在谈论着什么。 韩丽则悬浮在空中, 目光闪动着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此刻的他正置身一处离地数千丈高的地方, 四下一望, 下方全是黑乎乎的沙土之地, 并长有数寸高的黑黄小草, 显得荒凉之极。 而在他们头顶上空, 则是冥河之水形成的一个白蒙蒙的天空, 仿佛笼罩了整个大地一半。 按照原来布置出发, 阴家玄轨在前, 回累在后。 几名妖王商量完毕, 确定了大概的位置, 六祖飞了过来, 口中发出了命令。 顿时所有人一阵大乱, 并且形成了数队, 然后浩浩荡荡地朝着某个方向前进而去。 韩丽仍然和金元站在青木身后, 青木此女则亭亭欲立站在金色巨花之上, 带着一众高洁妖物居坐其中。 六祖和美妇带着八千鬼兵, 阴风阵阵在前, 两名血袍人自行催动傀儡在后。 整支队伍仿佛一条黑色大龙, 极快地飞顿向前, 转眼间就将身后的通道出口甩得无影无踪。 数个时辰后, 整支队伍就飞出了这片黑色沙地, 结果眼前出现的东西让韩丽一惊。 白骨矮矮, 一望不到尽头。 在队伍前进的方向, 竟出现了各种骨骼遍布的平原。 这些白骨大小不一, 显然是各种生灵遗留, 它们或成一堆高高耸立, 或颜色斑斑显得陈旧异常。 而且振振腐臭之气, 从平原深处隐隐传来, 让人闻之心神不宁。 但队伍指示略微停顿了一下, 就在为首的六族和白发美妇带领下, 深入了白骨之地, 一口气深入了十余里地, 但入目之处仍然白滑滑的一片, 并且恶臭气息越来越浓。 韩丽早已用护体灵光隔绝此种气息, 但目光却左右旁顾个不停, 瞳孔深处并不时有蓝光闪动。 虽然此地仍然神念大受压制, 但是以他的明清灵目神通, 却能轻易地看到极远之处的一切。 忽然寒厉淡淡的表情, 骤然间一紧, 一声低呼出口。 站在金花之上的木青几乎同时一偏手, 脸上同样闪出了一丝异色, 腐臭之气大浓, 从白骨荒原一面的极远处, 漠然传出了滚滚的哗哗声, 随即就见一股灰白的阴气滚滚而来。 此灰气一眼无法看到边际, 但是灰气所过之处, 地面上白骨纷纷耸立而起, 形成了一具奇形怪状的骷髅。 这些骷髅大小不一, 双目红光大放, 朝六族等地缘妖物望了过来。 而灰气转眼间却要到了地缘妖物附近的样子, 地缘低节妖物均是一阵骚动, 韩丽面色微变, 不禁望了一眼身前的木青, 此女面色平长, 一点一所没有, 似乎对此早就有所预料的样子。 韩丽正奇怪之际, 忽然队伍最后方一声低含, 两道血红从重傀儡中击射而出, 迎向对面而来的灰气。 砰砰两声后, 血红在途中化为了两股血蒙蒙的腥风, 和灰气撞击到了一起, 轰隆隆的连绵巨响在血风和灰气之间爆裂开来, 化为两道冲天而起的巨大风柱。 灰气和血风交织下, 爆发出了风雷之音, 将附近刚刚活过来的大片骷髅卷, 进入其中, 纷纷被搅得粉身碎骨, 不过其余方向的骷髅大军身上灰气缠绕, 竟一个个腾空而起, 直奔在低空处地渊队伍狂涌冲来, 一时间大半天空都被这种骷髅密密麻麻地遮蔽了大半, 数量之多, 数不胜数。 韩丽有些骇然了, 就在这时, 最前方的白发美妇黑黑一阵怪笑出口, 身形滴溜溜一转之下, 一个披头散发的巨大鬼影从背后漠然浮现, 并且转眼间狂涨数百丈之举, 突然鬼影大口一张, 一股氯气呼啸而出, 将空中大片骷髅全都一卷其中。 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空中的骷髅一被氯气卷过, 身上灰气顿时为之一散, 接着纷纷解体, 从空中坠落而下。 而这氯气从鬼影口中喷出后, 仿佛无穷无尽, 转眼间两道血色飓风合作下, 将那铺天盖地的骷髅一扫而空, 根本未让木卿和六族再出手。 韩丽目睹此景,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血色飓风消失后, 两名血袍人重新化作两道血红, 击视而回, 而氯气溃散后, 白发美妇背后的巨大鬼影一闪消失。 虚拒一些鹰骨怪而已, 算是鸣河之地最好对付的存在了, 以后遇到的东西, 可不是这般好打发的了。 木卿望着远处的大片白骨, 突然喃喃了一句, 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又仿佛在点醒什么。 附近的韩丽和金灵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禁互望了一眼, 只不过韩丽露出了若有所思之所, 而金灵毛茸茸的脸孔上却是毫无表情, 在六族的命令下, 地缘队伍继续前进。 两日后, 在一片血色沼泽上空, 一群群通体血红的怪异蝙蝠, 疯狂地攻击着地缘妖物, 这些血色蝙蝠一被血缘妖物撕裂或者斩杀, 散碎的尸体一合之下, 竟又恢复如初, 只有多灭杀几次, 或者火属性法术才可以将它们一击灭杀, 而它们一旦扑到了地缘妖物的身上, 就会大口吸取精血, 只是疾口之下, 就可让被攻击的猎物化为一团枯骨。 这些蝙蝠大有树杖之巨, 小的则有持续来长, 其中十几只最大的蝙蝠是浮身人面, 口吐赤红血光, 任何妖物一被血光击中, 立刻都化为了尘土, 微能之强, 甚至连高洁妖物都无法正面承受一击, 故而这次不但所有妖物出手了, 连四大妖王也一起施展神通, 挨个地击杀那些人面血浮, 韩丽身处金色电弧包裹中, 血色蝙蝠已触及金色电光, 立即在金光中化为一团团血气, 随即化为了虚无。 这时他总算明白过来, 为何沐青美妇等对辟邪神雷这般羡慕异常, 显然明河之地的鬼物, 不少体内都蕴含或多或少的魔器, 用辟邪神雷对付他们, 的确是犀利异常, 血色蝙蝠纵然数量也不少, 但是四大妖王以及众多妖物傀儡选轨的反击下, 还是树木飞快地减少, 转眼间稀稀拉拉的样子, 残余的两三头人面蝙蝠见识不妙, 扑扑几身后, 体表喷出团团血雾, 一下反身逃之夭夭, 他们顿速之快, 只是几个闪动就到了天边尽头处, 再一闪就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